2022年,新冠疫情嚴峻 全球累積的確診人數已經超過4億8千萬 只看香港,單日的確診人數已經高達5萬宗 疫情令大家人心惶惶 有些就戴上兩個口罩 有些就直接不出街 擔心出街吃飯、逛街都會感染到新冠病毒 也有很多食肆和商場 更加因為爆疫而要關閉去進行消毒 大家為何這麼擔心這隻新型的新冠病毒Omicron呢? 其實是因為它可以經由空氣傳播 不再是單單保持個人衛生就可以防止感染 在疫情嚴峻底下 很多商家就會想 究竟怎樣消毒才可以令到客人和員工安心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出街有沒有見到機械人 在商場、地鐵站走來走去呢? 其實消毒機械人已經是全球的趨勢 越來越多公司都引入了消毒機械人 就連今年北京冬奧會都採用了127部 Bocas 100C消毒機械人去消毒場館、滑雪中心和酒店 總共消毒了2500多萬呎 務求整個冬奧會都可以達到零確診 今次先不詳細介紹部機的功能 一起來看看究竟為何要用消毒機械人代替人手消毒 如果用人手消毒 例如請清潔公司或者叫現有僱員去消毒 費用都是逐次計算的 計算慢慢都要計算的 而消毒機械人是一次性的收費 就可以無限次使用 除開一天都只是百多元而已 另外人手消毒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 而且會請假導致人手不足等問題 而消毒機械人就不會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也不會請假24小時standby的消毒 模範消毒機械人簡單耐用 節省成本之餘 又可以消毒空氣、物件和納粹 用了消毒機械人、客人和員工 自然安心又放心啦